接下來YOHOHUB91座6座就會推售 今天就特地過來看大約發展商的示範單位 我猜跟之前賣的應該差不多 只是景觀性有點出入 YOHOHUB位於元朗朗朗路一號 分為兩期發展 一期已經入了火 總共有4座大陸提供1030個單位 二期就現時賣的 分別是6座和8座 這邊就有8座 那邊6座 兩座加起來提供939個 實用面積由336呎到1035呎 我們看看高空圖 6座和8座是一個單邊位 優點就是景觀會比較闊 缺點你看到它周圍都是大馬路 所以有點噪音問題 發展商為了應付噪音 都在每個單位的章子安裝了介音瓶 之前賣的大8座 斜價是14000多起步 基本上推多少 成功賣出多少 相信大6座都是同樣的情況 都是14000多起步 如果我們對比二手的車格 其實都差不多 在差不多的情況下 人們會傾去買一手樓 所以應該都會冰封整個二手市場 屋院上的會所和花園 是兩期共用的 今次我們看的示範單位是6座 30樓和18樓 發展商都好好開設整層 除了一房有機會收賣 除了最後才賣 其他都可以給我們看 我們逐間逐間看看高層的景觀 還有戶型是怎樣的 我們進去看看 這支單位 實用面積856呎 方向是東南位 望返也好滅坦也好坦 還有全山景 進來 哎 夠大 整個廳很闊 還有有線屏風 如果生人樓這個景 很棒 在元朗這一邊 景觀那麼通透 真的要買一些高層的油 整個廳闊3米 長就7米5 門口有一個圓光位 可以放一個鞋或者掛幅畫 然後廚房 很亮麗 有一個梯形的廚房 檯面就 挺正 看出去有個窗口 然後兩個升盤 方便洗 整組家電是內陷式的 整體為主 然後就是工人房 工人廁 有窗的 這邊就是蝦子 新鴻機做出來的東西 很帥 還有元朗YOHO那邊 我一會欣賞它 有窗的 第一間睡房 第二間睡房 都是大同小異 景觀上不錯 另一個新鴻機 值得欣賞的 就是把 雞音瓶放上窗台 主人房轉進來 主人浴室 好企業 帥氣 然後這邊 遇留了衣櫃位 在這邊 一個主人房 還有一個對樓窗 看出去景觀 真是闊的 這個景 整個元朗 大水坑 我們俗稱叫做 這個景 山景 連綿不絕的山景 在元朗來說 這隻景算好 因為元朗有一點 深圳灣那邊 外景打得太遠了 這間總體來說 不差 尤其是樓層高度 看出去景觀漂亮 你們有喜歡不喜歡 留言告訴我 拜拜